路过民众差点遭到波及 警方接获通报赶往调查 发现是贩售地瓜酥的理性摊商 跟两名男子曾经一起摆摊 彼此疑似有财务纠纷 双方一言不合大力出手 周末假日的厚龙夜市人潮很多 有两名男子怒气冲冲 对着贩卖地瓜酥的摊商破口大骂 摊商业者不甘受辱 直接拿出一根铁条冲上前去 挥打其中一名黑衣男子 双方爆发扭打 还差点波及到其他无辜的第三者 一旁围观的灰衣男子 也拿起塑胶椅加入战局 砸向摊商业者的头部 全武行演变成两个人围殴一个人 原本开心逛夜市的游客 见气氛火爆纷纷走毙 疾风接过通报赶到现场查看的时候 当事人都鸟受散 冲突战时平息 正约谈双方前往派出所侦讯 疑问之下疑似财务纠纷引发冲突 然后初步了解是 那个这三名男子有 之前有财务纠纷 昨天在夜市相遇 发生冲突的三个人都是桃园人 灵气摊商和打人的薛系男子 曾经一起摆摊 双方因此有十多万元的债务 迟迟没有解决 薛系男子专程从桃园到苗栗来要债 双方一言不合 才会爆发肢体冲突 警方一方面劝戒 一方面以毁损伤害罪嫌宋败 记得张欣杰苗栗报道 新北市板桥区环河西路五段 福州横一门提外停车场 凌晨惊传持刀砍研事件 正信男子当时和朋友在聊天 突然十几辆机车冲过来 看到他就砍 左后腰部有20公分的刀伤 倒地血流不止 而警方现在逮到了六名嫌犯 原来是两名女子在IG上发生口角互呛 正信男子要陪同其中的一个人去盗窃 却惨遭砍伤 所幸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一台台机车呼啸而过 这一大群人刚刚凶狠砍了人 然后加速落跑 新北市板桥福州停车场 凌晨两点多金船迟刀砍人 一大伙人原本相约在这见面 没想到却演变成见血冲突 现场还留下斑斑血迹 让一旁目击民众吓坏 赶紧报警 事后我有报警 你有过去看这个样子吗 没有 不能过去 警方寻现追查 逮到了六名嫌疑犯 而这起纠纷的起因 原来是要为了帮女子出头 被砍伤的正信男子和嫌犯一伙人 凌晨相约见面 要帮忙协调两名女性友人 在网路IG上的口角纠纷 原本正信男子打算要道歉 但最后对方就拿出刀 往他的身上砍 造成他腰部有大约20公分的刀伤 幸好送医后没有大碍 据了解应该是 他们是彼此认识的友人 然后相约在那边 有要进行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后续 我们还在历行相关的案情 年轻人深夜相约谈判 没想到一言不合 就拿出刀子砍人 警方持续追查 将陆续要求所有涉案人员 到案说明 接着张氏奎陈维纯 新北市采访报导